2024新年到来,紧接着农历春节,农年也要报到,最能展现客家味的年菜之一,就是萝卜糕。 苗栗县试坛国小附设幼儿园菜园的萝卜收成了,邀请县长夫人陈美琪一起来拔萝卜,下厨兼萝卜糕,祝贺新年。 黑油黑油拔萝卜,小朋友快快来,试坛国小附设幼儿园规划食农教育课程,让小朋友每天照顾的菜园收成了。 你每天来菜园里做什么? 剪石头,拔萨。 石肥? 石肥。 浇水。 浇水。 然后呢? 然后让它长大。 迎接收成,香甜的白萝卜就是制作年菜萝卜糕的最好食材,学校邀请县长夫人陈美琪和师坛乡长刘淑能,农会理事长谷明玉,代表刘雪梅等一起来拔萝卜, 接着和小朋友一起入内料理,小朋友们不论是搅拌粉浆,煎萝卜糕都有模有样,从产地采收到上餐桌,完整呈现。 我们想说过年了我们要种萝卜,然后加上我们过年11月12月份的时候,我们就会进行过年的主题,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种萝卜,配合我们的食农教育,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把萝卜,然后一起从萝卜变成萝卜糕,然后还可以把萝卜带回家跟大家分享,跟家人分享过年的习气。 与小朋友们一起享用美味的萝卜糕,接着大家用课语解说,客家年节常用菜肴,搭配新年吉祥话,展现沉浸式课语教学成果。 我觉得小朋友每个都好棒,看起来煎萝卜都有模有样,表示这个不是临时学习的,表示平常学校,不管是校长,老师,还有指导人员都跟小朋友教得非常好。 幸运祷礼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心体健康,满时日子。 开心与幼儿园小朋友们共同合作,端出传统年节美食萝卜糕,众人欣喜迎接新年到来,讨个豪彩头。 苗栗愿景,咸苗祝景!